一曲這麼熱鬧 這麼慷慨的《德聖令》之後 帶來了我們今天的節目 各位來賓 各位粵劇粵曲的愛好者 大家好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臨到西九文化區 戲曲中心大劇院 欣賞由俊藝粵藝劇團 我也要想一想他的名字比較特別 主辦今次的《心曲妙韻》 《賀良宵》 主辦單位和我們的統籌單位 因為近日的社會事態 將今天晚上的節目 改在下午舉行 我們很感謝各位現場在座的觀眾 你們的理解和支持 更加感謝西九文化區 他們的所有工作人員的通力合作 因為我們今早九點鐘已經來了 有很多東西我們需要準備 有你們的支持 今天下午的節目 一定是能夠順利 圓滿地進行和完成的 我僅代表所有的樂師和演唱嘉賓 再一次感謝大家 再一次感謝西九文化區的工作人員 事不宜遲 讓我先介紹一個人給大家認識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有一個叫聲輝粵劇團 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是兒童劇團 當時有第一位聲輝的神童 叫做楊健平 我介紹楊健平先生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又說他是神童 為何會叫做先生的 十幾年前他就是神童的小弟弟 現在已經是大哥哥了 他今年十八歲了 但他一樣唱得做得 和黃安晴是很搭檔 而且他還因為他自己的愛好 進了演藝學院的音樂系 去攻讀這個音樂 他懂得玩很多種樂器 今天特別介紹他 為甚麼呢 因為一會兒還有他聲輝的一些師妹 是演唱大家一起合作的 請他出來 為我們領奏一曲步步高 展現一下他的拉弓的能力 多謝我們這麼多位音樂師傅 和他的拍和 現在有請楊健平先生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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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